大家好,我是黑生,观众黑生,健康华科 在日常生活当中,微波炉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电气之一 它能因为这个快速便捷的一个特点,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烹饪的时间 那么为我们的生活呢,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但是呢,你是否知道,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放入微波炉当中加热的 那么事实上,有些物品呢,如果是放进微波炉加热的时候 可能会引发危险,甚至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 那么今天呢,何医生就将大家详细的列举10样绝不能放进微波炉的物品 那么并解释其中的科学原理 并且希望呢,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 避免潜在的安全隐患 那么第一呢,就是鸡蛋,鹌醇蛋等等这些蛋类 那么这些食物啊,它们内部呢,含有比较多的水分 当它们在微波炉当中加热的时候呢 内部的水分啊,会迅速的蒸发,形成这个水蒸气 而外壳呢,或这个薄膜呢,就会阻碍这些水蒸气的一个释放 那么随着内部的压力不断的增大 那么当超过外壳的一个承受范围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 那么所以呢,千万不要尝试将整个鸡蛋或者鹌醇蛋放入微波炉当中加热 好,那第二个就是板栗核桃等等坚果类的食物 那这些食物,它的内部呢,同样是含有比较多的水分的 而且呢,它们的外壳又比较坚硬,不容易一个破裂 当它们在微波炉当中加热的时候 同样会因为内部的一个水蒸气的一个机具而引发爆炸 那么第三个,金属容器 那么微波炉的一个工作原理是利用这个电磁波的一个能量来去加热食物的 而这个金属,它具有屏蔽电磁波的一个作用 会阻止这个微波它的一个能量的传导 那么当金属容器放入到微波炉当中的时候呢 那这些微波会在金属表面反射并产生火花 那这不仅仅会损害微波炉的一个磁控管等等这些部件 还可能引发火灾等等这些危险 所以呢,盐浸将金属容器放入微波炉当中加热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普通的塑料容器 那么普通的一个塑料容器在高温下呢 它是容易变形,融化,甚至呢,释放出有毒物质的 那有一些有的物质呢,它会随着食物进入到我们人体 对我们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那么所以呢,在加热这个食物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选择不要有这些微波炉专用 或者说可耐高温的这种塑料容器 好,那第五个就是非微波炉专用的保鲜膜 那么跟这些普通的塑料容器类似 那么微波炉专用的保鲜膜 它其实可以放进去,但是非微波炉加热的 那就很容易释放出有毒物质 所以呢,在加热食物的时候 应该避免使用这些非微波炉专用的保鲜膜 如果是需要使用保鲜膜来覆盖食物 应该选择标有这种专用的 这种微波专用的这种保鲜膜 确保这个保鲜膜跟食物之间留有足够的空性 不要贴着食物 以免加热的时候保鲜膜溶化 然后并渗透进食物当中去 那么第六个就是干辣椒 那么干辣椒在加热的时候 有些时候因为里面的一些油脂 同样是很容易出现这种飞溅出去 或者产生一些明火的 那么除此之外,干辣椒当中的一个辣椒素 在高温下也非常容易挥花 甚至出现这种这些挥花出来的气体 这些会刺激我们的眼睛 刺激我们的呼吸道 所以不建议将干辣椒放入微波炉当中加热 那么第七个就是葡萄 葡萄在微波炉当中加热的时候 它内部的一个葡萄籽会吸收微波能量 并产生这种热量 由于葡萄籽体积很小 而且分布又比较密集 所以它们之间的一个热量的传递速度会非常快 容易导致葡萄籽周围的一个果肉迅速升温 并产生高压 那么当这种高压超过葡萄皮的承受范围之后 那么就会发生爆炸 那么所以千万不要尝试将葡萄放入微波炉当中加热 好,那第八个就是牛奶盒 牛奶盒通常它是由纸质或者塑料制成的 那么有些甚至内部它会称有这种锡质 那么这一个材料在微波炉当中加热的时候 就可能会产生有毒的气体 或者甚至引起爆炸 所以呢,如果是你想加热牛奶 最好将牛奶导入玻璃杯或者陶瓷 然后再放入微波炉当中进行加热 第九个就要特别强调的就是锡质 刚刚讲牛奶也提到这一个 那这个锡质在微波炉当中加热的时候 会吸收微波能量并产生剧烈的一个振动 那么这种振动不仅仅会导致这些金属容器或者锡质出现发热 还可能会引起这种火花或者自燃 所以呢,锡质这种容器 这种单独的锡质这个材料 是不应该放入微波炉进行加热的 好,那第十个就是年度高的浓粥 比较浓稠的粥 那这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那浓稠,粘稠度比较高的这种粥 它在微波炉当中加热的时候 由于它内部含有大量的这种淀粉质水分 非常容易形成粘稠的这种胶体状的物质 那这种粘稠的胶体状的物质在微波炉的作用下 它容易局部过热而产生高压 那么从而引起这种爆炸的一个危险的情况 所以呢,在加热这些浓稠的粥的食物呢 最好呢,要控制这个加热的时间功率 同时呢,要适当的搅拌一下 防止局部过热 那么除了刚刚讲的这十种 一定不要放入微波炉的物品之外呢 我们在使用微波炉的时候 也有几点需要大家注意的 那么第一个就是眼镜工作状态下 直接打开微波炉的门 那么当这个微波炉正在工作的时候呢 内部的这种微波电厂仍然还在活跃的状态 那么这个微波会直接会有一定的这种辐射 对我们人体会造成一定的这种危害 所以不要直接在使用当中就直接打开 运转的时候直接打开这种微波炉的门 好,那第二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让这个微波炉空转 或者加热过久 微波炉在空转或者加热了过长时间的时候呢 会释放大量的这种微波能量 并导致内部的温度过高 那么这不仅仅会损害微波炉的一个部件 还可能会引发火灾等等这些危险的情况 所以呢,在使用微波炉的时候 应该严格的控制加热的时间和功率 同时呢,避免让这个微波炉在里面空转 那么第三点需要大家注意的 那么就是不要让食物紧贴着这些泡沫餐盒 或者紧贴着保鲜膜 那么高温环境下呢 普通的泡沫餐盒还有保鲜膜 它可能会释放有多的污质 并且危害到我们人体的健康 所以呢,在加热的时候 应该避免食物 不要紧贴这些物品 应该要确保它们之间 留有足够的一个空隙 以便这个微波炉能够穿透 并加热食物 好,那通过今天的一个介绍呢 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 哪些物品是一定不能放进微波炉的 以及使用微波炉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几点事项 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 我们应该严格遵守这些注意事项 来去确保微波炉的一个使用安全 还有避免潜在的安全隐患 那么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强对这个微波炉的一个使用 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 还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只有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去享受这个微波炉 给我们带来的便捷 给我们带来的舒适的生活 好的,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关注黑声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